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会使得每一个国家 可能它的发展都不是那么的平均 尤其在现在 其实比较开发中 或者先进的国家 它少子化的情况都蛮严重的 所以我们认为 比较发展不足的地区 它大部分都会有人口流失的问题 那人口流失没有产业 其实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 我们觉得说 我们很多的地方需要创生 但是我个人认为地方创生 它有两股力量 一个是拉的力量 一个是推的力量 拉的力量 我觉得必须要有更多 不同的观点 不同的想法进去激荡 但推的力量 其实谁对于自己的地方最有感情 我觉得是所有爱护自己家乡的人 所以我都很鼓励很多年轻人 或者是想要创造一些好的事情 新的事情 你可以回去你熟悉的地方 回去你熟悉的家乡 把你的所学所见 跟别人的激荡 带回你的家乡去实现 所以我说这个是一个 推的力量 跟一个拉的力量 我们在八八风灾的时候 因为在高雄 也就是当时的受灾地区 建立了一个全台湾最大的有机农场 坦白说那个地方的先天条件 并不是真的很好 因为那是经过土石流肆虐的一个环境 但是其实在那个地区里面 集结的相亲朋友们 还是对于自己的家乡 有很大的热爱 所以在经过十年之后 现在其实也有一代新的青农 开始在那边开墾 开始在那边从事自己的农业工作 我觉得这都是对自己家乡回馈 贡献 甚至跟外面的想法一起激荡 而形成一个新生的结果 所以我觉得地方创生 其实除了外来的力量 更需要的是从内到外 自己对自己家乡的热爱 把它转成一个行动的结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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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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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 好棒 谢谢 谢谢 谢谢